厚龙好望角被列入苗栗限定风景区范围 但是既有景观台却已老旧 正宫所谓的推动景观空间加值工程 投入了大约800万元经费 将景观台打掉重练 重新施作栏杆景观照明等 预计明年1月底可以完工 施工构式牌要请游客小心请勿靠近 列为苗栗限定竹南厚龙滨海风景区范围的好望角 海天一线的美丽海景 这回约会胜地 但碍于原有的景观台已经老旧破损 正宫所今年度推动 好望角景观空间加值工程 好望角景观平台已经克服很多困难 包括零物级本来用地的问题 我们都取得零物级的同意 那我们也开始动工了 那这个经费总共差不多将近800万 那我们上山欣赏好望角景色的观光客 大家要遵守一下那个路线维持 大家安全第一 那我们尽数赶快到两三个月左右 把它完成景观台的设置 到时候对我们好望角观光景点又进一步 包括水宝局的补助 以及正宫所的配合款 好望角加值工程 总共投入了大约800万的经费 将景观台地面铺设 打掉重点之外 包括护栏景观照明等 也都一併修缮 那个景观台做得比较高也比较结实 你知道吗 而且比较宽广 到时候游客上去 包括视线什么都非常棒 安全的会更好 这案子是不是水宝局协助又补助经费的东西 对 这案子是水宝局补助的经费 那正宫所配合款72万 施工期间 围离范围内进行封闭管制 游客得小心留意自身的安全 而整体工程预计在明年的一月底 可完工 待验收后再重新开放